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你 但我自己也还未理清 把信给我吧 事关丹丰的过去 我必须谨慎对待 我必须谨慎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果然没那么简单 让他先行离开是明知之趣 不能再因这件事让他们涉嫌了 可如果这不是那家伙寄来的信 又会是谁呢 也许我该走一趟神策府 向景元打听一下信赫猎手的动向 离开罗府这么久 这府中的杀器不减反增 倒是令人欣慰 说说而已 小弟弟 不必这么如灵大敌 我只是在缅怀旧日时光 不过倒没想到 景元安排的随行之人竟是你 看来你我颇有缘分 今天的客人还真是一个接一个 这不是丹衡先生吗 打扰了 我有事求见将军 若是为了燕青在追捕时贸然动手一事 前来检定伤情索要赔偿 燕青认罚 我未来百年的心想 尽可拿来做赔偿 不必了 我并非为此而来 云七心事职责并无过错 我当时一意突围 也多有得罪了 您来的不是时候 将军有药物在身 今天怕是见不着了 但他临行前留下了口信 丹衡先生 你可认得碧阶上的那人 说不上认得 只是有些面熟 是将军的客人 您记不得叹了 这样啊 迟名转世 前生的一切果真烟消云散了 这位是罗浮仙舟的前代剑手 靖刘大人 与你的前世之身尹悦军 可是生死之交 不仅如此 他还是锦园将军的 恩师 据战士文读记载 倒在他剑下的风饶之名 数不胜数 造诣者的羽味 不离人的富郎 连高如山岳的气兽 也当不住他的遗迹 可谓是明造一时的传奇 但那是很久之前的过去了 可惜 可惜虽英雄如此 却也无法解脱魔因 据说禁留大人 最终审治狂乱 大开杀戒 成了逃亡域外的重犯 以他的能耐 本无人能将其捉拿归案 但不知为何 他竟与某位伪装成刑伤的嫌犯 一同来到罗府 并宣称要自首服罪 条件是 在受审前 他要有一日自由 前往凌渊禁 与老朋友们再会一面 而更离谱的是 景元居然答应了 他临行前交图我们的任务 便是陪同静留 度过他在罗府上的最后一日 你明白了吧 这其实不是接待贵客 而是押送囚犯 隐月 你来了 既然来了 何不上前叙叙旧 还是我该称呼你今生的名字 丹衡 我离开仙州时 听说他们夺去了你的领奖 迫使你退生 又将你打入忧求狱中 我本以为隐月君就此不复存在 但重回罗府 却再次得见你分海隐朝的绝境 真是恍若格式 我认得你 但记不起更多了 前生的经历 对我救下破碎的镜片 使其哪一枚 都只能看见困惑的光景 我不记得了 每个想要逃避过去的人 说辞都如出一辙 神明轮回重生 前尘旧事本该一望成功 可你却留有龙尊的力量 和灵星的记忆 如果我猜的没错 是龙师们不舍龙脉绝传 想让隐月君死灰复燃 故而在退灵之行上 耍了些欺瞒世人的手段 把你变成了这般模样 你不是来叙旧的 说出你的来意 刚才那个殖民女孩 说得很明白了 怎么 你的尖耳朵不灵了 我此番回到罗浮 是为了向联盟自首 直面过往的罪欠 只是在宜教授审前 我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想宽限一日 会会许久不见的老友们 践行彼此在情深意度时 立下的约定 锦园向来善解仁义 又听闻你会赴约 便答应了我的请求 所以 列车上的那封信 是你借出的 没错 海若不饮珠 离龙吐明月 林渊静的风景 却如诗中所说 绝美壮丽 只是我身为嫌犯 理应批加代谢 在优求狱中受审 将军将我带入此地 真的合适吗 相对来到罗浮停住数日 却未与任何人有贸易往来 本该离去之日 又恰逢涅灾爆发 你趁乱潜入忧求狱 却也无所作为 如今又宣称自己 要为这场星河灾变负责 不罪自首 奇怪奇怪 阁下的行为 可真令人捉摸不透 我身为刑伤 受人所托运送信物 并不知晓背后引擎 踏入忧求狱 却有所托 但现在看来 罗浮并没有我所求之物 而认罪浮法 则是畏惧惩罚 银河虽大 我区区一界刑伤 想必逃不过 整个联盟的坠 区区一界刑伤 罗刹先生说笑了 你在埃荣堡所行之事 在面纱星域遗留的 种种过往 需要我一一细数吗 还是说 你需要我道出那个 傲口的名字 神策将军果然名不虚传 彼此彼此 索性我预先做了些功课 不然今日这场对谈 可要冷场了 既然将军觉得事有蹊跷 那是要替我辩护 洗脱星河嫌犯的一罪 此事由不得我 事关轻负联盟的重罪 依照法度 你当被押入虚灵仙州 接受石王司和七天将的 联系审判 并施以永罚 不过嘛 眼下这一时片刻 阁下还有机会 欣赏林渊敬的美景 这将是你最后能见到的 罗浮景象 我听他说过 数百年前 云上五霄曾在这儿相聚雁影 令师静留的绝世剑技 引阅军担风的云吟起数 飞行式白横嫁与星察的巧技 服以诸名巧将应星 所锻造的神兵力气 还有将军的制策运筹 五位追魔扫慧 留下诸多令人神往的传奇 可惜事无长久 最终云上五霄 还是四分五裂 彼此陌路 将军将我带离忧求 于来此问话 显然不是为了那里的安全 而是想单独谈些 离人耳目的话题 关于你问讯至今 却始终避而不谈的那个人 领时静留 咱们可以启程了 我打算重游几处故地 泪酒一杯 缅怀就是 你以为自己的身份是观光客吗 我可以是 小弟弟 不要愁眉苦脸的 我已向联盟自首 便不会背弃诺言 一走了之 何况你家将军 也答应了我的请求 而隐约 你要和我同去 不可以拒绝 无论你对自己的前世是否在意 收下我的信 便是答应了我的邀约 带路吧 从哪儿开始呢 是先去回新港 还是公造私 有好多回忆啊 可他们在我脑袋里转啊转 怎么也抓不出 小孩子就是有活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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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依你说的办 若是要看星察 在御剑门边上抬头就有的事 为什么要大老远跑这儿来 小弟弟 你可听过胡人飞行事 白衡的名字 白衡 白衡 这个名字 似乎在哪里见过 让高贵的龙尊行云不语 把敌至淹没就好了 咱们这些陪衬 只要在天上看着就行了 对吧 尹月 若是想起了什么 不妨说来听听 她 似乎是尹月军的战友 是战友 也是朋友 是尹月的 也是我们的 也罢 都是些过往云烟 之所以来回星岗 只是想在此祭晚的 哦 是胡人的卫灵电仪 将代表侍者的星茶送入星空 我当时走得匆忙 没能与他告别 至今仍有遗憾 在离开罗夫前 想了却这种心事 不过关于星茶制造 我确实一窍不通 只知道这儿能造出星茶 我明白了 跟我来吧 虽然我也不懂星茶制造 但让这些基数动起来 倒也不复杂 咱们到了 回星岗中的船舶 但凡生产 起始处就在这里 直消对着那些机关输入指令 培育星茶种子的器皿 就会动起来 要不了多久 空岗里就会多一艘船 啊 我想起来了 白横这个名字 我在书中读到过 你爱读书 看不出来啊 干什么 虽然我平日读书不多 但受训战略时 可是被将军 逼着读了好些馆藏古籍 记得其中有一册 名叫雅海星茶圣啊 作者就是这名 不错 白横 就是写下那本游记的人 那书行笔风趣 十页有九 是作者在不同世界里 星茶坠毁 频频遇险的经历 还夹杂着 对当地物种和生态的记录 我当时便想 动不动坠毁星茶 这样的人 也能算是飞行士嘛 可转念又想 每次他都能化险为夷 安然生还 这份运气 真是令人惊叹 是啊 他的运气从来都坏得惊人 但凡驾驶星茶出征 不是阴差阳错被风饶民的巨兽当典型吞下 便是在敌人的大侯方坠机 进他之手的星茶 没几艘能远远回港 天博司的人 背地里都称他是星茶杀手 他那张乌鸦嘴也是 联盟带猜说出口的坏事 十有八九都要应验成阵 一来二去 云气里敢和他同行的人 也不剩几个了 可唯独在活命这件事上 他的运气却又好的惊人 无论怎样的艰险 他总能逢凶化气 运气也是实力的一种 希望这艘专为星茶杀手造的船 也能像他一样回归星空 这样就好 星茶的流水线冻起来了 要不了多久 星茶就会自速成行 驶入空港 咱们去那等着吧 有劳了 小弟弟 你瞧 星茶已经长成了 离开罗浮这么久 我终于能来同你告别了 那位白衡前辈 后来发生了什么 后来啊 应该不用赘述了 今日我们立于此地 便是为了追念他的结局 隐约 战绝疏书乎那一战 你还记得吗 灯热令氏书乎 抵迹 旧击大军 进犯联盟 我在悠仇域中 读过这段时机 看来你重生后 也想寻回自己前世的经历吗 只不过这些都被人抹去了 风饶令使疏忽 冰封犯禁 血战后的去向却语焉不详 连他遗孩的下落都不见记载 我来告诉你 那一战 白衡这个傻瓜 终究还是耗尽了帝宫所赐的运气 他只身陷阵 令联盟氏族得以冲破疏忽的血徒玉剑 更从龙框中换回了你 但他却没能走出那片战场 我们都欠下了一笔无法偿还的债 对于云祁将士 归葬沙场本是荣耀 可是隐约 你不懂这些 你不能接受白衡的离去 禁对他使用了 在他本应该安息的时刻 你犯下了无可挽回的过错 不必回应我 答案已经不重要了 隐约 我要送走这艘新茶了 我带来了你的酒壶 白衡 这原本是那人为你雕琢的责物 可他没能轻声送出 对不起 直到最近 我才找回了他 也只有把他送回你身边 我的梦言 才能平息片刻 而你要我做的 我一定会做到 哪怕为此要展落天上的星星 我一定会 再要刺激 我永远不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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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能参加 自己故事 而是 再说 别养你 我不想 我从小还 你 没想到 你 你 各自 互相 槽 布 …? 唉… 激墓俯升, 涅雾遍地… 哼… 連宮嫂斯的機要之物造化紅蘆都快保不住了 事發突然 听说许多匠人学徒仓促逃命 只剩一位老师傅坚守在此 等来了外援 才救下这造化红炉 有意思 惊呼细腻 顽固不化 倒是让我想起一位眼高于顶的故人 他要是目睹公造司这片狼藉 怕是会大笑仙周人无能 什么话 面对险境 珍惜生命等待云奇 又有什么不对 既然如此 危难时刻云奇又在哪里 我听说拯救此处的 可是一行画外旅客 罗浮动天广大 再加上不少部队 出发配合药轻征法 云奇也是守卫难顾 哪来那么多人手到处处扎来着 小弟弟 不如再来一次上回的比试如何 让我瞧瞧你引以为傲的剑术又有几分进展 你只是想借我的手把这打扫打扫吧 一个自首的犯人真的可以提这么多要求吗 这次由你先行 我们再造化红炉处碰头 你特意支走那个孩子 有何目的 不为别的 你我也许久没有比试过了 我不打算动手 我也没要求你把枪指向我 这儿的念物不够你出手吗 即便是转世之身 你的一招一式 却与那人并无不同 我施展这些动作 就像 就像你从未忘却 加把劲啊大姐姐 这回你怎么这么慢啊 不必慌疑 尹悦 我们再走一程 这杆枪 依旧认得你这个主人 尹悦 还记得 为你打造他的人吗 从我被放逐起 他就跟在我的身边 我不记得自己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挥舞他的 你可以一次次 说服自己是丹风的转世 与他所犯下的罪责无关 你也可以坚持自己 已经遗忘了一切 但你无法逃离战斗 但何 你的枪术与隐月所用的记忆 如出一辙 战斗就像一次次断眼 用烈焰容去杂志 展露一个人内在的本性 为你打造这杆 机云枪的人 曾这么对你说 还记得吗 我们几人中 要说谁和他走得最近 那只能是你 真是奇怪 眼高与顶的家伙 竟会和另一个拿笔孔桥人的家伙 相谈甚坏 这杆枪 锐利的族可穿透龙铃 小心 可别被他伤到了 冷尊大人 你还记得这个名字 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便宜心要对聂无复仇 远渡星海来仙周求益 初见他时 脑袋还高不过我的剑 却夸口要以百岁之身 学进龚造司万般将义 区区一只小狗 竟傲慢地和龙尊不相上下 我本瞧不上他那眷狂的个性 不料再度相遇时 他所造兵器 以令匠人师父望尘莫及 就连班寿给龚造司之手的 白野头衔 也被他摘得 可惜 联盟不会让一介 短生种结掌龚造司 到头来 他也只得在我们这些 异类身旁寻求温暖 大姐姐 你该不会是故意放水 让我先到的吧 怎么会呢 是你的剑术精进神速 我赶不上了 那这一次 咱们是要祭拜那位短生种前辈吗 偷听别人说话可不好用 何况 我几时说过他已不在人世了 以短生种的兽术 便是躲进休眠仓里 也拖延不了太久 就算他还活着 怕如今也是个垂垂老人了 他转变成了长生种 猜得不错 命运就是这般爱开玩笑 有些人纵然天会耀眼 智光昭昭 却总在命运转折时 做出最愚笨的选择 聪明如他 竟妄想用那位 风饶令使的血手 帮助隐月将阵王入灭的 帮助隐月帮回人世 他的鱼形 最终把自己变作了不死的怪物 魂消破云 剁为生前最比仪的恶念 真是造花弄人啊 你好像对这个老朋友 毫无同情的意思啊 我给了他重来一次的机会 这还算不上同情吗 你对他做了什么 以他的所作所为 本该永振忧求欲助 可我给了他另一种自由 我带走那具已成空壳的行骸 受他剑法 赐他白死 叫他永远不忘前世夜报 听说他重获新生后 还会自己取了个名字 时间消磨得差不多了 接下来 我们去丹顶司吧 身为帝宫的追随者 将军必然见识过环宇珠界 遭受受温荼毒的惨状 那些生灵或化作不死的魔物 或沦为献祭丰饶的羔羊 将军认为 该如何平息这一浩劫 联盟奉地宫告狱除魔不止 为得正是有朝一日能铲除药师 令生死重回正位 地宫巡猎 云其隐从 不计牺牲讨魔守正 确实令人敬佩 可惜 却不免狭隘 正如我的力量来自风饶 立场 却与联盟一致 宇宙间要制药失于死地的 并非只有巡猎一方失灵 苦于短生的顽疾 向往永生的良药 这是智慧生灵的常情 要断绝这些念想 就像要杀死一位星神 荒诞不堪 几尽孝胆 所以要彻底斩断药师的诅咒 便得从根源上 另寻他法 令师德蒙天启 从魔音中归来 又形变诸界 你找到了解开这一四界的方法 我听着 抱歉将军 看来下一步棋 要在虚灵落子了 果真如我所料 认罪伏法只是手段 利用石王斥令前往虚灵 直面六将军乃至元帅 才是你们真正的目的 而那关中之物 正是为此准备的吧 将军 方才你也说过 此事由不得你我 联盟法度如此 不容更改 漂亮 漂亮 这一步棋下得精彩 你真的变了 锦元 如今的你 竟会承认自己奇差一周 丹顶司已恢复了秩序 你来这儿干嘛 我听说咸药龙女能医百病 也想像普通人一样求医问药 看个门诊 不必心急 这里离凌渊境不过一城之遥 你家将军交代的任务 快要结束了 这不是丹衡先生吗 真是稀客呀 该不是最近身体有什么贵样 来来 这边请 白鹿小姐 来问诊的不是我 是我身边这位 哦 瞧你的样子 是想一好眼睛 还是别的什么变 我双眼无碍 将他蒙上 只是不愿赌物思救 坠入心魔 我最近神思纷乱 时有夜梦经济 想请龙女大人瞧瞧 可有安神的法子 自速病征听起来 倒不像是归我管的 呗呗呗呗 是我多嘴了 丹顶司医师不挑病人 大姐姐 请您把手伸出来 咱们先从诊脉开始 待会儿再附下些透影虫 让我仔细瞧 让我仔细瞧 好 好冷的手 你且等等 丹衡先生 这边说话 你带来的这位朋友 病得可真奇怪 他的脉象激进于无 按常理说来 这意味着他 代表无法医治 呗呗呗呗 请不要代替医师 做出专业诊断 你的朋友情况 却又不同 他表象体征栩栩如生 但抓住他的手枕脉时 简直像是抓住了一块兵 丹腐和脉络间 又像是暗和流转 博动不休 本小姐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奇症 也许详佳研究 可以陆入一经 能带你朋友常来我这看诊吗 今天过后 他就要离开洛府了 唉 可惜 多留几日 我兴许有眉目能医好他 唉 我尽力吧 接下来不管我要开什么样 他都得多喝热水才行 你跟我来 我开个还魂蒸汽伞的方子给他 用上这几味药材 固然不能驱除乱象 哦 等等 我那么大个药箱到哪儿去了 唉 实在对不住 大从药王秘传被铲除后 寺里的一切都乱了套 能不能麻烦本师高强的丹恒先生 跟我走一走 去把药取来 想来龙女大人是有麻烦了 我也同去 不不不 不麻烦了 区区小事 不算麻烦 呃 唉 嗯 药材的味道就在这附近了 哪来的坏东西 把我药箱还来 气死我了 四条腿撒得飞快 别让他逃了 呃 呃 竟然还有个这么大的靠山 什么时候丹顶寺里 连来看变了动物都这么多了 小心 爱事的东西 我会为龙女顺手除去 我的剑寒凛冽 请站远些 啊 我算是明白你的手为什么这么冷了 我算是明白你的手为什么这么冷了 蓝颜色未见 这份寒衣 绝不是迅入之躯能扛下的 好嘞 让我瞧瞧 安神草和撞气伞都在 嗯 回去吧 可不能让病人久等 真是抱歉 让您久等了 我这方计 虽然不能要到病除 但养护元气 稳定心神还是能办到的 不必了 就算龙女大人医术通神 对长生种的宿命 恐怕也是无可奈何吧 摩阴神 可我瞧你也不像啊 最近罗伏遇到了大麻烦 我为不少受摩阴神 宽扰的患者看过诊 但这些人不是与无伦策 神志失常 就是躯俏变异 样貌可怕 我看你身上 也没长出什么奇形怪状的东西嘛 我做了一笔交易 侥幸苟延残命 虽然眼下尚有思考的余力 但有一件事我却很清楚 我的心事已到了极限 话虽如此 我还有许多未完成的夙愿 和尚未清场的仇怨 哦 你很明白自己的症结所在啊 唉 清病的事情 我也帮不上忙 不过医经上说 西心则安身 如果能忘掉过去的事情 这病症还有挽回的余地 是吗 真遗憾 在所有的情绪中 仇恨最为强烈 我选择了它 握紧了它 用它来维持我的存在 我能握住的 只剩下手中的剑 和往日遗恨 如果连这些都放弃的话 我恐怕 会彻底堕入虚无 谢谢你的剑言 龙女大人 能见你一面 胜过要是百倍 说起来 不知最近几日 是否有缠着绷带的人 前来求龙女大人看证 缠着绷带 这么宽泛的特征 我可说不上来 在仙州上每天都有数不胜数的伤患来丹顶私就医 剑木灾变之后 受伤的人更是多了不少 我要问的那人身形高瘦 表情阴沉 一柄残破的剑从不离身 不知龙女大人有没有印象 这样的人呀 嗯 今天就有一个 他一定是受了剑伤 身上的血气一锈便吃 只是那伤似乎也没什么打紧 因为那人看起来神色如常 最后总是连我开的药也没拿 也许他想所求的 是另一种药方吧 如此一来 该到的人便都到了 走吧 去会会我们的老朋友 将这个男人先带走吧 接下来的事情与他无关 叶青 这样 人便到齐了 没想到阔别数百年后 云上五霄还能再多聚首 如果我所计不差 七百年前 我们五人便是在这儿立下承诺 无论监官条条 都要相聚在此共赢一辈 可惜凌渊空穴 事事捧准 我们五人有的在世重生 有的求死不能 有的人沦为罪求 而有的人 再也没法复约了 彼此情谊也荡然无存 很快 我将附加受审 此去一别 也许是永别 所以我要在离开之前发出邀请 邀请各位 在这出聚之地道别 人有五名 代价有散 我手隐约 一意孤行 善行画龙妙法七死回生 变化形海 酿至大祸 犹如战事哀柔 从凶应兴 狂背娇慢 燃至丰饶神使血肉 助隐约妄围 终之堕为不死孽物 而罪人静留 身犯磨异 试杀同袍 背弃蒙异 现在 该是我们付出代价的时候了 丹荷 你永远也无法逃离隐约 因为它是你的起点 它所犯的罪业 将长办你的前路 如影随形 直至入灭 刃 是个好名字 在没有尽头的余生里 你只能在沙鱼被沙间徘徊 求索自己的埋骨之地 若非如此 你便无法消解硬性的悔恨 最后是我 我将面临联盟叛力 背负永发 而在此之后 还有更为惨重的代价 在等待着我 若有如此 那些当被铭记的痛苦 才不会逝去 云上无效 该是彼此告别的时候了 没有酒 只有苦涩 这样的聚会 真是令人一言难敬 该是送我启程去虚灵的时候了 净元 联盟法度不容更改 可惜 你们的下一站并非虚灵 而是御阙 我将此事承报元帅 怎料那位荣涛将军颇感兴趣 竟忠道拦阻 设下十方光映法界 想先一步惠惠而为 对 净元 你还是老样子 总想挣扎地打破别人的布局 但是你我也好 云启也罢 对 地宫的将军们 都不过是神明义局里的棋子 我也厌倦了走在被预设的命途之上 无妨 便陪你多走段路吧 但结局不会改变 我终会站在胜利的那一方 那么这局对异 我会奉陪到底 等等 靖刘 在你离开之前 你还欠我一份报仇 我试过 除了在你身上多留些伤口 我帮不了你更多 你的不死身 绝不是这么简单 就能被打发的东西 以人间的剑杀不死神使的血肉 这一点 你会被刑 命运的奴隶应该告诉过你吗 他说过 但你依然欠我这一剑 我教你剑矢就已经说过了 我不对权无声去引颈带路的人动手 只有对手才能让你拔剑 靖刘 我来奉还你的一剑之教 珍惜此刻吧 我给你短暂一死的机会 我来 七百年前 我们在这儿 也曾是如此 谈笑 彼道 一记风发 要想回来 你 当时几位的样子 至今还在我眼前迷恋无趣 仿佛是昨夜的梦 我本以为这样快乐的人 能够和仙舟人的寿命万万长 日复一日 循环无期 大梦 终究会醒来 如云散去 真是 熟悉的感觉 像是回到了 你教我剑术的第一日 你手指 隐形为你打造的剑气 一遍一遍挑剔 捷割 洞川 一遍又一遍 那些曾经降临在敌人身上的剑术 如今刻在这副可憎的曲窍上 而我只能看着自己的血肉不断愁动 愈合复原 就想再问 为何 为何要和隐约一起 造下这场恶念 我知道 你不期待我的回答 所以 当你指示我的眼睛时 我开口提问了 那是我问过自己千百遍 却没有答案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只有聂物能一遍遍卷土重来 为什么他这样的人 却要被埋葬 被烧成灰烬 没人遗忘 为什么 为什么 最后 你此处传心一击 把我和剑 一起留在了那片枯中 奇妙的是 但是 在这短暂如梦的死亡里 我不再感到那么痛苦了 就像那些 举杯痛饮的日子一样 一 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 这场聚会结束后 我会重新返回列车 继续我的旅行 列车也不可能涌在你走下去的 你的朋友们更怀心事 就像曾经的我们一样 当年逃离罗浮 我曾想过放弃复仇 抛下一切 但随着岁月增长 它越来越清晰 几乎成了与我朝夕相伴的老朋友 时时刻刻在耳畔呢喃 陷入魔音身世所做的一切 在我的记忆里盘根错节 无法摆脱 最终 我决定面对它 当我见证风扰陨落时 也许你和应兴 都将得到真正的解脱 再见了 殷月 丹禾先生 将军希望我 忘掉今天看到的一切 我明白 这些纠葛对现在的我来说 还是太复杂了 比剑术要难得多 在云祁军里 我有不少投契的朋友 假以时日 我们也会这样四分五裂吗 再见 丹横先生 希望下一次 咱们见面的时候 我不用这么紧张了 他的剑也做不到 他依旧做不到 那么 我们俩只能继续这场追逐了 这就是你我赢父的代价 我会奉陪到底的 在艾利欧的剧本里 你暂时还有活着的必要 而我并不介意 将复仇这一过程拉得很漫长 这样也许更有趣 他走了 对新生的你来说 这一切也许看起来像一出拙劣的表演一样 看着老朋友们刀兵相剑 我却无法阻止 我们是谁这个问题 从来只有我们自己才能回答 即便因为龙氏的操弄 你从未有过真正的轮回退胜 我想你也该离开了 南航 嘿면 嗯 嗯 你说 红aris 我 你 你 这